台東市著名的景點鐵花新聚落 星期五晚上10點多傳出了火警 一節手車復刻板車廂 疑似有街友在裡面煮東西 不小心引發火事 而這個列車是木頭建造的 大火立刻吞噬了整輛列車 雖然消防人員20分鐘內就撲滅火事 不過也只剩下空架子了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消防隊拉起水線 正在向燃燒的車廂進行灑水灌救 而這起火警發生在二日晚間10點多左右 位在鐵花新聚落外的 一節百年手車復刻板的車廂遭到駐榮吞噬 由於手車是木製打造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人員抵達現場後 立即拉起水線灌救 火事不到20分鐘就獲得控制 據一旁民眾表示 有人看到在火警發生前 有遊民出沒在手車附近 而在經過警方調查後 就有遊民向警方坎城 是自己在煮東西時用火不慎所導致 而據了解該輛手車 右車旺車 是掛在貨物列車尾部 公運轉車長以及隨車人員所乘坐的工作車 而手車一般是掛在列車的尾部 用來瞭望車輛以及協助煞車使用 而根據文化處的歷史資料是 1888年 遊民船向德國購買兩輛騰雲號蒸汽火車 其中的一輛手車 在日治時期後山鐵路建設時輾轉來到台東 在民國71年東線鐵路拓寬後 因為手車的軌距不合使用才停止 於是才打造了復刻板 並在民國81年時移交給台東縣政府 陳列在鐵道新居落外展示 如今被燒到僅剩下支架 至於未來是否會再進行修復 則有在相關單位進行研議 記者陳建林台東市報導